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3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交通局批准超大车辆违规过夜将拖走 旧金山将向文化艺术组织提高1400万美元资金支持 拜登就以色列报复行动发表评论 美国原油飙涨5% 飓风海伦肆虐一周后至少有200人云南 中国国庆假期第二天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亿8千万人死 香港8月零售业总销获价值292亿元 按年跌10.1% 以军持续于真主党交货 以色列再度要求离南居民撤离 北约新任秘书长访基辅称确保乌克兰胜利为首要任务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单消息 每年的10月 全国家庭暴力议事活动都会举行 旧金山警察局特殊受害者组和其他部门成员 将在10月期间佩戴紫色丝带别针 提高人们对这一重要的公共卫生主题的认识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家庭暴力普遍存在根深蒂固 对家庭暴力幸存者及其扶植产生严重影响 家庭暴力的继续存在在道德上是卑劣的和不可接受的 在美国几乎每两名女性中就有一名 超过五名男性报告称 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刻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 本台记者天下 10月3号旧金山报道 加州旧金山交通局董事会 批准市长布里德停出的新法律 将确保城市街道用于其设计目的 交通而不是作为有人居住的超大车辆 包括休闲车RV的非官方停车场 法律规定在午夜至凌晨6点之间 有人居住的房车过夜停车为违法行为 车辆将被拖走 当然前提是拒绝提供庇护 住房和服务 自6月以来 支持性住房部已帮助50多个家庭 从温斯顿路和动物园路搬到长期住房 此外还向旧金山各地的房车居民进行宣传 近日的新立法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拖车计划 本来记者天下10月3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和市行政办公室 近日宣布 向旧金山的艺术和文化组织提供1400万美元资金支持 今年已有260多个组织通过旧金山市艺术资助计划 获得运营支持资金 旧金山市艺术资助计划将在2025财年 向各组织发放1400万美元 并在2026财年提供更多资金 研究发现该市的非盈利艺术行业 每年创造17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创造或支持36,828个全职工作岗位 以下来关注美国新闻 一名联邦法官周四 允许针对拜登政府全面携带减免计划的 临时限制令到期 这使得政府能够重新推进改计划 可能会为数千万美国人带来债务救济 这项裁决意味着总统拜登 可能会在11月大选前几周 推进其最新学生贷款见面计划 如果与政府之前的举措相结合 该计划可能会使多达 四分之三的联邦学生贷款持有人手艺 教育部发言人表示 他们赞赏法官裁定乔治亚州 没有法律依据提起诉讼 并猛烈抨击共和党阻止 学贷减免的行动 中东的紧张局势也在持续推高原油价格 周四美国原油价格上涨约5% 市场担心以色列可能会打击 伊朗石油工业以报复后者本周 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总统拜登周四上午在离开白宫时 在回答是否支持以色列 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认为多少会有一点报复行动 分析指拜登的评论是推高原油上涨的催化剂 美国基准原油价格今天盘中 一度飙升5.5%至每桶73.99元的高点 截止收盘 其价格在本周累计上涨约8% 有望创下去年3月以来最高的单周涨幅 周四随着全美港口大坝工进入第三天 卸货作业中断导致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 主要港口外排起了长长的集装箱船队 威胁到了包括香蕉 汽车零部件等多种商品的供应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代表雇主的美国海事联盟 尚未安排任何谈判 但是在白宫敦促雇主提高薪资的压力下 美国海事联盟周三晚些时候表示 愿意重启谈判 截至周四 四级飓风海伦自上周登陆以来 已在东南部多个州造成了至少200人死亡 数百人仍然失联 大规模断电问题有所缓解 受灾家庭和企业的断电数量 首次降至100万以下 佛州甚至派出囚犯来清理灾区的垃圾 南卡罗莱纳州 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 是停电最严重的地区 而佛州 乔治亚州 田纳西州和维基尼亚州 均报告了人员死亡 总统拜登已前往北卡罗莱纳州 视察灾情 并表示政府将把政治放在一边 全力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特斯拉正召回大约2.7万辆cybertruck 原因是后市摄像头 存在超过联邦标准时间的延迟问题 可能在倒车时增加了碰撞风险 这是cybertruck今年的第五次召回 联邦法规要求倒车时后市摄像头延迟不超过2秒 而召回车辆的延迟高达8秒 增加了倒车碰撞风险 尽管特斯拉今年多次进行召回 但公司第三季度的全球销量依然实现了增长 但今年迄今的销量仍略低于2023年同期水平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小方 下面来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交通运输部3号表示 国庆假期第二天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亿8千万人次 比2023年同期增长4.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统计 直至3号的上午9时 铁路12306累计售出黄金周运输期间车票 1亿3000万张 热门城市主要有北京 成都 广州及上海等 本台消息 香港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 香港8月份零售额较上年同期下跌10.1% 销售额降至29亿港元 约38亿美元 连续第6个月下降 7月份下降11.7% 6月份下降9.7% 5月份下降11.5% 4月份下降14.7% 3月份下降7%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指出 8月零售业表现是预期之内 因为受到港人外游北上消费 以及今年防港旅客消费力下降影响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零售业界短期内仍会面临挑战 但中央政府的多项汇港政策 以及特区政府的多项措施将会对零售业务有利 本台消息 澳门3号入境旅客达16.61万人次 刷新2019年10月5号以来 国庆假期旅客单日最高人次记录 澳门政府旅游局说 根据政府临时数据 10月2号入境旅客较假期首日增加近2.77万人次 单日增幅达20% 旅游局期望在一系列盛事活动 以及推广优惠下 国庆假期客矿会持续向好 共同促进旅游业发展 带动社区经济及支持中小企经营 旅游局还提到 今年在中央一系列汇澳措施 澳门全社会及特区政府共同努力下 澳门旅游业快速复苏并取得进一步发展 今年农历新年及暑假档期旅游业 整体表现持续向好 8月客量更闯历年新高 台湾3号表示 有两名中国大陆公民 因骚扰香港流亡者 在台北举行的抗议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香港实行国安法后 大量香港人离开香港 有些港人迁居台湾 香港外地人组织称 10月1号中国国庆节当天 他们在台北市中心的西门町 举行了一次小规模抗议活动 结果遭到一群中国人的言语骚扰及推散 该组织补充到随后警方进行了干预 台湾陆委会表示 涉事的两名大陆公民原本要来台探亲 但入境许可已被吊销 并被驱逐出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因没有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 被以方列位不受欢迎人 中国二号则在安理会的中东紧急会议上表态 支持古特雷斯 批评以色列当局违反安理会决议 侵犯黎巴嫩主权及领土 除此之外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在安理会上提出四项必须 认为安理会有必要紧急采取行动 必须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 必须推动离以局势立即降温 停止暴力循环 必须全力防止战事蔓延 必须推动有关各方回到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轨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 中国背景的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 正着手出售部分位于欧美的业务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 药明康德已将旗下的细胞及基因疗法生产基地挂牌出售 包括在美国费城营运的四个实验室以及生产设施 报道还说 药明生物正与顾问合作 测试市场对其部分欧洲生产设施的兴趣 美国众议院教造时通过生物安全法案 点名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在内的中国企业 并限制企业合作 热带风暴山陀尔当地时间4号凌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台湾气象部门已解除台风警报 但说山陀尔的中心近乎滞留并向南缓慢移动 沿海和离岛有较强阵风 临近海域就有较大的风浪 受山陀尔影响 台湾连日下雨 自9月29号以来 台东线累计降雨量超过1700毫米 屏东线1570毫米 新北市瑞芳也超过1000毫米 而基隆三日的单日雨量高达408毫米 打破当地历史记录 风暴至今共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失踪近500人受伤 2024年北京马拉松将于11月3号举行 本月5号的早上11时截止报名 北京马拉松赛事组委会3号公布 赛事将于当日的早上七时半开跑 以天安门广场为起点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为终点 全程42.195公里 名额为3万人 根据大会归程年满20岁 去年1月至今年的9月30号期间 全马赛事成绩在6小时内 半马成绩在3小时内完成赛事人士 可以报名参加 本来消息 贵州金贵州知金县政府3号通报 10月1号下午16点50分 知金县金凤街道 平寨社区湾子投足 发生山体垮塌 垮塌方量约3000余方 造成一辆载有5人的途经车辆 和一名行人失联 截止10月2号傍晚 经全力搜救 被埋车辆和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 经医务人员现场确认 6名失联人员均无生命体征 不幸身亡 目前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以下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3号晚上 再次空袭里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地区 以军在空袭前曾经发布地点 并要求位于真主党据点达西耶的居民 立即远离两座建筑物 并与有关地点保持超过500米的距离 以军当天也曾经空袭贝鲁特 并说已打击了真主党的情报总部 黎巴嫩传媒引述真主党报道 以军空袭的建筑物已疏散 里面有真主党旗下公关办公室 和附近机场的一个仓库 另外 以军表示 这个星期初 空军在贝鲁特地区进行精准打击 击毙真主党高级组织成员阿尼西 他是机械工程专家 主要负责真主党武器制造相关环节 当地时间3号 半岛电视台引述 半岛电视台援引一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政府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方面表示 伊朗单方面自我克制的阶段已经结束 伊朗在传递给美国的消息中表示 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袭击 都将遭到非常规回应 包括伊朗将打击以色列基础设施 伊朗同时强调不希望爆发地区战争 本台消息 伊朗本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 并暂停境内航班进出 国营媒体3号报道 该国机场当天恢复航班起降 欧盟航空安全总署稍早建议欧洲航空公司 在10月31号前避开伊朗空域 并持续评估局势 欧盟航空安全总署上周末也针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空域 发布类似警告 本台消息 七国集团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 对中东局势恶化表示深切关注 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 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攻击 声明说 危险的攻击和报复循环 有可能加剧中东局势失控的升级 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因此他们呼吁各方负责任地采取行动 并保持克制 但他们同时也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 声明说 七国集团领导人讨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和行动 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 他们还再次呼吁加沙立即停火 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大幅持续增加人道主义救援运送 并结束冲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号表示 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对当地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发言人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密切关注黎巴嫩南部的局势 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并可能对区内外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但现在预测对全球经济的具体影响仍然为时过早 发言人还说 中东地区经济已遭受巨大损失 估计今年上半年 加沙本地生产总值下跌86% 约旦河西岸下跌25% 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而冲突开始后 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第四季度萎缩了约20% 而最近冲突升级正导致黎巴嫩 本已脆弱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本台消息 北约新任秘书长旅特三号访问基辅 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旅特表示 他选择基辅作为他上任后的首次访问 是要展示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 而他上任后首要任务是确保乌克兰获胜 旅特还重申北约的承诺 即乌克兰有一天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指出乌克兰对安全关系到北约的安全 乌克兰为自由而战 反映了北约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需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武器 包括远程导弹 但他认为西方盟友正在拖延 呼吁北约成员国在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空袭方面 发挥更积极作用 泽连斯基还提到 乌军目前从顿巴斯的重镇乌格列达尔撤离 形容是自救 做法非常正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 莫斯科和北京正积极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 但两国行为绝对透明 不针对第三国 俄罗斯报在俄中建交7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 引用拉夫罗夫的话指 指出双方高度互信 使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得以积极发展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组织空中和海上巡逻 两国边界地区的互动 有助加强俄中两国安全 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 特别是欧亚地区 拉夫罗夫强调 两国行为严格遵守国际法 拉夫罗夫指出 虽然美国等国家采取各种限制 但俄罗斯和中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 去年双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 双边结算几乎已全部转换为 本国货币、卢布和人民币 份额达到95% 本来消息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 姬武湖2号发生沉船事故 造成至少87人死亡 另有78人失踪 当局表示 出事杜伦从东部南姬武省 米诺瓦镇出发 前往北姬武省首府戈马市 但在距离目的地 约700米的水域倾覆后沉没 事发时湖上出现大风 乘客名单显示 船上有278名乘客 但已被逮捕的船主说 船上至少载有700人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9.6点 9.60点 跌幅0.17% 保收5699.94点 到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4.93点 跌幅0.44% 报收42011.5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65点 跌幅0.037% 报收17918.4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知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